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我是居住在加拿大的华文作家张玲 现在呢我是在我的书房里跟大家分享一本我的新书 由时报文化出版社推出的《一路惶恐,我的一城济世》 那么这本书呢讲的是今年的1月23号 也就是大年29武汉封城的当日 当时呢我是在三亚 由于自己的心不在焉吧 没有关注周围的新闻 不知道天底下发生的什么事情 所以呢我从三亚坐飞机 稀里糊涂的来到我的老家温州 想跟我的母亲一起过春节吧 然后给她庆贺就是大寿 由于温州呢是除了湖北的城镇之外 就是疫情比较严重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一下飞机就是很快就进入这个小区的 这个生活严格管控这个出行受限的状态里头之后呢 我一下子变得很惶恐无措 因为我的生活能力本来就很差 我独自居住在一个我叫做窝居的地方 很小的一个地方 平常我回文中呢是有亲友可以照顾我的 那么在这一个很特殊的状况里呢 我突然要独自面对衣食住行的种种各种各样的难题 那这本书呢有一大部分的章检 是关于我这三个星期的各种各样的窘迫惶恐的经历的 二月中吧 从温州回到加拿大之后呢 进行了两周的自我隔离 我以为可以回归这个正常的生活轨道的时候 北美的疫情大爆发 我赶上了两头的疫情 朋友们跟我开玩笑 说我能量无穷是倾国倾城啊 在这种状态里生活了差不多五个月 没有出去吃过饭 甚至都没有剪过头发 那为了今天录这个视频呢 我真找不到化妆品了 今天对着进个书头的时候 我突然心里涌上一个很奇怪的感受 我觉得等到有一天我们终于天下太平 走到阳光底下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还跟过去一样吗 我们面对的地球还是那个地球吗 那至少我觉得作为作家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我了 我写的文字也可能会不一样 希望大家能够借着这本书 能看到我的心路历程 让我们一起对这个影响了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大灾难 能有一点点的反思 然后过后呢 我们依旧要庆祝生活的坚韧 庆祝生命的安强 那么我们活着 我们依旧要关心吃喝 关心爱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